诸葛亮怒责了压连关口安 这家伙耽误了军机大事 粮草晚来了十天 因为他在路途上是贪杯饮酒 诸葛亮很生气 这十天耽误多少事了 齐山一战大败司马仪 把司马仪杀的都跑到魏彬南岸扎营去了 这要是稀署大营 粮草充足 一鼓作气 杀过魏彬南岸就要直到长安了 你说这狗安多气人呢 不单是诸葛亮生气 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教都挺恨的 按照诸葛亮的意思 就被狗安给杀了 因为这个长使杨姨给说了个情 诸葛亮免去了这个狗安的死罪 打了八十军棍把他给轰出来 狗安回恨在心 他越想越恨诸葛亮 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笑 跑到魏彬南岸 曹魏大营来了 来投降司马仪 这狗安多可气 狗安可气不假 更可气的是杨姨 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 要是杨姨不讲情的话 诸葛亮不就把他给杀了吗 他讲情保险了狗安的活命 但是诸葛亮丞相 责罚狗安的时候 你让一刀再说两句话呀 说明已经把他饶了 何必不做个整人情 你们打他干嘛呀 像这样的小人 如果说要把他打击了 他要是投靠曹魏军 这可怎么办 你给丞相提的行 这不等于逼着狗安一样吗 果然呢 把这家伙给逼着司马仪这来了 中军官进的大仗一回报 说是西蜀鸭连官啊 狗安前来投降 嗯 司马仪刚躺下 一听这笑容起来了 怎么这么晚司马仪才躺下 这些日子 司马仪是翻来覆去 吃不好睡不安呢 他是越想越上火 越想越窝去 你瞧这几仗打的 啊 哪仗都没打顺利过 本想这次吧 按着圣旨行事 骑山一战 做一错诸葛亮的威风 哎 没想到 斗阵不是人家对手 斗将不行 斗兵也不行 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 司马仪啊 心里头能有火吗 我这可得怎么办呢 现在他很紧张 他也不知道诸葛亮 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 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 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啊 他立刻是乘胜而进 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到长安了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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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要把人马发的内宾南岸来 我能逼他得了吗 司马仪他怎么不紧张 所以这些日子 他一点都没踏实 现在一听说什么 西属大营压连关前来投降 嗯 甭问 准是诸葛亮一计 这司马仪啊 也多少受点病 只要一提诸葛亮 他就觉得是有计 立刻问这中军官 我来问你 这压连关带过多少人来 一共六个人 压连关叫什么名字 叫狗安 司马仪一听听这名 狗安啊 把他叫进来 我亲自来见一见 你说司马仪对这事 多重视得了 其实啊 这就告诉你 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 不行 我得亲自看看 中军官处去 功分不大 把这狗安给带进来 狗安啊 咬着牙发的狠 给司马仪磕了个头 干嘛咬着牙发的狠 他贵些费事啊 让诸葛亮这八十军棍 把他给打着了 整个人的臀部 给掏下两块肉去 司马仪这么一笑 这人怎么这样 散烈嘴的 哦 平身 看错 哎呀 嘟嘟 我不敢做 我做不下 因为我身上有伤 哦 司马仪借着灯光这么一看 好家伙 裤子都要显眼红了 你那坏坏呢 不 狗安就要这样 他要见见司马仪 让司马仪看自己的产相多可怜 好把我收留下 他是有目的 哎呀 谁把你打成这样 去兵都督 就是那诸葛亮 此人在万麻军中 是以示其人啊 不是今天杀这个 就是明天责罚那个 我是个鸭梁官 因为我鸭梁运潮晚了几天 其实并没晚了 是因为都督明 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 我唯恐梁氏有伤了 所以我耽搁了几日 他显显杀了我 多亏掌使杨姨讲情啊 虽然杨姨讲了情 诸葛亮还不饶怪我 又将我打了八十军 显显把我活活打死了 逼得我是走投无路 我才来投奔都督 都督明要是不相信 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 说得点唰 他把袍子一撩 伸手就解 快来 司马仪小行 咱们 够惨着了 我甭仔细瞧了 哦 司马仪明白 明白什么 狗安呢 是怕司马仪不相信他 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 这不是 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 司马仪手撕呼吸 仔细看了看这狗安 他心里想 嗯 这人来得好啊 怎么 我这儿正为难呢 好嘛 感情这人把粮草 已经运进了西府大营 这忠格亮 现在是闻其五位 粮草出足 他要是 一鼓作气 杀败我的为何难按 我这不就毁了吗 啊 我能低杆的入吗 想不到啊 为主 豪福齐天 这忠格亮 挺聪明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怒打了这狗安 你就不等你 不是人给我送来了一样 嘿嘿 诸格亮啊 诸格亮 我正好 利用利用这狗安 想到这儿 司马仪微微一笑 狗安将军 你不必难过 既然诸格亮如此亏待你 哎 老夫很同情啊 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睡 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 此事办成 我在我家陛下面前 竭力保举 保举你为上将军 让你这一生一世 又享受不完的儒华富贵 这狗安一听 感情我能做上将军 嘿嘿 多亏司马都督啊 他立刻连声道谢 都督 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 赴唐导火 我是万死不辞 就是倒吊着我去刷警 我也心甘情愿 您说什么事了 司马仪听你进前来 你要想办这件事 必须是机密行事 言所谓谓 你得如此这般 司马仪让狗安干什么呀 他让他回成都 你到成都啊 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 你去对他说 说诸葛亮啊 有篡上之心 就是说他要篡位 篡流禅的位啊 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 他干嘛 接二连三兵出其山 连老命都豁出去了 他难道说 不是为自己呢 嘿 如果你要把这个事 给我说明白了 后主流禅下旨 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 我就更伤你狗安 你要是办不到 那你就是假意通详 狗安一听 嗨 这事太有名了 狗狗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呀 自入儿 就专会说瞎话 我说的瞎话 说的跟真的一样 我保证 让刘禅下旨 把诸葛亮叫回去 我不在这多耽搁了 跟您告辞了 司马懿重赏狗安 然后 判一只人马 悄悄的把狗安 由一条小路送走 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 发现了你 其实司马懿 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 怎么 狗安比他还明白 我再让桌梁逮着 那非把我斩了不可 这狗安呢 带着他这几个亲戚小族 拐着窝 摸着脚 提着心 吊着胆 爬山越岭 回了成都 到了成都之后 他都没顾得养养伤 他就找他表兄去了 狗安这表兄是干嘛的 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 要不这狗安 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 说那样的大话呢 说您放心吧 我这个谣不造则已 要一造 准能 让刘禅听见 刘禅准能下职 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 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 感觉他有这么个表兄 他这表兄不厉害 这是个小宦官 但是管他表兄这个 你宦官头厉害 谁呀 黄浩 这小宦官呢 正是那黄浩的亲戚 他这表兄 一看这狗安 哎呀 我说表弟呀 你怎么这么样 害您别提了 表兄我有机密大事 没意儿说去 简直都把我吓死了 这小宦官这么一听 当时就让了 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 你知都不知道 丞相诸葛亮 啊 不是在骑山打仗去了 啊 谁打仗呢 我不是压梁运草官吗 啊 对啊 对对对 你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诸葛亮要烦了 他有啊 篡逆之心 这小宦官一听啊 差点趴在地上 是真的吗 表弟 那真的呀 真的我敢车谎吗 你想一想 他鸡二连三出秦山干嘛呀 诸葛亮简直都要笨了命了 要吐了血了 把老命都要搭上了 为什么呀 他不是为他自己吗 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 你知道啊 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面也敢待我呢 也跑回来 表兄 这事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 诸葛亮权势太大了 朝里的文武啊 大多都是他的人 要是走楼出消息去 那就不得了了 让诸葛亮直都 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 嗯 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 对呀 对 别说你怕诸葛亮 连皇后都怕呀 哼 有一次皇后喝酒喝多了 他在那刀念 他挺恨愿咱们呈向诸葛亮的 敢请诸葛亮有一谋反 哎呀 你这消息得来的很好啊 我说表弟 你既然嘱咐我别说 你可以不能乱说啊 你放心吧 我谁也不说 狗安乐 谁说谁也不说 哼 到宫里你就得跟皇后说 果不出狗安所料 这小宦官心想 表弟 谁不说我也得跟皇后说一声 这可是大事啊 这小宦官进宫来 就跟皇后把这事说了 皇后怎么一听什么 诸葛亮 有意谋反 想推倒流产 他为稀署之拙 黄昊 黄昊 暗暗一笑 他瞅了瞅这小宦官 哼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 丞相公告盖世 为国操劳 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不要乱听 不要乱讲 退了下去 啊 是 嘿 这小宦官先说 我们这皇头他不信 谁说皇后不信 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 皇后就站起来了 他蹭蹭蹭 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 俩手一扶这桌子击脚 皇后把你牙衣咬好啊 诸葛亮 你也有今天 实际 这皇后信不信 他真不信 他不相信诸葛亮能无反 但是他觉得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得呀 收拾收拾你诸葛亮 你呀 管这事管得太多了 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 好家伙 就你这些法令 要实施起来 我们连口云回气都出不来 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 黄后也纳闷 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 他对他自己也那样 哪有这样倾苦丞相 异国的丞相 逃去皇帝叫他大了 连皇帝都管得叫相复 你瞧他吃那饭 一顿叫俩菜 就完了 连我 每顿饭还无捉呢 我吃一看二眼观三 没事围那帝四多 钻俩圈 这事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 想他知道 那还了得 就这诸葛亮 得回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 他要在成都这作战呢 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 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 天天学磨我们 你打仗就打仗得了 都要领兵走了 没事还给皇帝上份表 让皇帝什么 远小人尽贤臣 谁小人 啊 甭问你诸葛亮这表是有所指 大概是冲着我黄沫人 你说这黄浩 他糊涂浑到什么程度了 那诸葛亮 哪说就光指着你黄浩啊 他是告诉刘禅 注意这些人 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 是因为尽贤臣为小人 而后汉之所以衰败 是欺小人远了贤臣 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中央 是提醒皇帝注意 这皇后揽他身上来了 哎呀 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啊 哼 你既有今天 我得想主意 把你这事跟皇帝叨了叨了 还不能就轻易怎么一说 我得给你添个汁 加个印 哎呀 皇后为难了 添汁加印 难道说陛下能信吗 你可别忘了 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夫啊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 恐怕刘禅不信我 必须得如此如此 他想好了一个计策 这皇后 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啊 还一声叹气 他每天呢 都陪着这刘禅玩 而且呢 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 甭管是吃啊喝啊玩啊闹啊 哎 他都领着刘禅 陪着刘禅 就总给他出这主意 刘禅特别欣赏这皇后 他觉得皇后这个人呢 非常好 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 刘禅就问他呀 我说皇后 你从早晨起来哭三个眼 寡人我说几次了 请咱们喝点什么酒 吃点什么菜 你也不言议 我说今天咱们的歌舞 该怎么唱怎么跳 你也不搭声 你怎么了你 嗨 陛下 我在替您忧心呢 哟 刘禅一乐 你替我忧什么心呢 我这不挺好吗 从东黑眼到睡觉 这一天是吃喝玩乐 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 陛下 您在深宫 您在成都 您还不知道呢 诶 诸葛亮丞相啊 啊 刘禅一听 我相似怎么了 他这个 皇后往两边怎么一悬嘛 陛下我不敢说了 这耳目众多呀 哦 刘禅一听这准事有声啊 两相撤下 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 刘禅把皇后叫到跟前 什么事你说吧 呃 丞相诸葛亮 他图谋不轨呀 他要 他要谋反篡谓 什么 刘禅听着那儿瞪大两个眼睛 瞅着皇后 我相似 要谋反篡谓 啊 哈哈哈哈 他仰天大笑 皇后心说麻烦了 怎么呢 他准事不信 你看 他怎么笑成这样 紧跟着 只见刘禅把那头子们一晃 岂有此理 相处受脱骨之症 哼 他怎么能够谋反篡谓 哎呀 陛下 您看 我本不想跟您说呀 我总知道您不信 甭说您哥 我我也不信啊 那就是吗 可有一样 陛下您想过没有 钟格亮城乡 为什么三三五次兵出七山 您劝都劝不住 留都留不下 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 他就不是为他自己了 嗯 刘禅听不见得吧 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 根据收拾将冬 嗯 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 成就罢业 嗨 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啊 陛下您还不知道呢 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 钟格亮在大营之中啊 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手啊 就像您生早朝一样 一早晨都得上大仗去拜他去 陛下 您这个人太厚道了 您还不计事啊 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 难道说您忘了 忘了先主脱钩了吗 刘禅这么一天对啊 我父刘备在白地城 因死的时候是脱钩于诸葛亮 我没忘了 您还记得不记得 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 啊 什么话呀 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 就提到您呢 说您能死则死之 不能死把您推到一边去 让诸葛亮为稀俗之主 诸葛亮 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呢 但是他那是假相 我想那时啊 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 哦 刘禅点了点头 好像黄浩这话他听进去了 紧跟着 他又摇了摇头 不会吧 像复真能那么做吗 他对我挺好啊 哎 陛下 那是 那是当着您的面啊 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 特别是最近 就在骑山大营那 他讲些什么 您知道吗 您还一直问我哪知道 还是的 可是呢 我知道 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 说您最无能了 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 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 要没有他诸葛亮 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 另外他说您哪 不理国家大事 就会吃喝玩乐 根本 您 我没法再说了 刘禅着急了 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 他说了什么 他说您哪 哎 就是个样子 哦 刘禅点了点头 这回他可信了 感情相父当着我 感情相父当着我 不说我什么 背地了 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 即使这样 看来相父诸葛亮 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 嗨嗨 人心格斗皮 做事两不知啊 这也难怪啊 那么皇后 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 陛下应该传旨 把诸葛亮招回成都 然后 你拿掉他的兵权 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 嗯 刘禅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 来 传寡人旨意 选丞相诸葛亮 回成都 这消息传出去 文武百官听说之后 全吓了一跳啊 大家都来找奖晚来了 为什么呢 文武百官呢 每天都能提及一些捷报 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齐山 把曹内军杀得大败 把那个正希都督斯马仪 都给杀的卫兵南岸去了 就说是现在啊 就要启动人马 直到长安了 单单在这时会儿 皇帝怎么能够传旨 把丞相招回成都呢 所以大家都来找奖晚 奖晚一听说也真着急 他敢忙 上殿见价 奖晚来见刘禅 陛下 我听说您要传旨 找丞相回朝 嗯 不错呀 哎呀 使不得呀 陛下 丞相这次率领人马 历尽千辛万苦 秦山一战 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啊 正在要趁圣禅兵之际 您怎么能够 招他回来呢 嗯 如船摇了摇头 姑娘您有所不知 寡人招丞相回来 是有大事相伤 哎呀 陛下 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招丞相 回来呀 您可以下一道旨意 为臣我 速往其身 这还不行呢 那也不行 我有 我有要事 要与相父 念臣 别当面说 蒋婉一瞅流缠着样 蒋婉心里咯噔一下 心说怎么 难道说 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 哎呀 陛下 蒋婉 真不愧是个忠臣啊 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弃正他呢 他当时 苦见一番啊 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 古人说 强国之术 不得其人不行 得其人 而认之不专不行 认之专 而贺于人言 二三其意 又不行 蒋婉说这什么意思 你的国家想肃强 你必须 得重视人才 得得人啊 得人之后 还得用其所学 用了所学了 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寿了 可是这时候 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 你可不能没有主意 你也不能三心二意 就是说呀 你任人不能疑 蒋婉这话是有所指的 你要不是有一鹤丞相之处 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 刘禅也听明白了 他紧着 冲着蒋婉摇头 公言 你说的哪里话呢 我并不是一鹤我家相处 我确实有要紧的事 得和相处当面说 这事我没法跟你们讲 你就不必多说了 赶快传旨 蒋婉再苦见也不行了 这旨意就传下去了 一直传到了 齐山西蜀大寨 诸葛亮正在帐中 大俊文武商议进兵呢 说圣旨到了 赶快接旨吧 社百先案接旨 等这传旨官把旨意 宣读完毕之后 诸葛亮 他是养天 长探